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张 今天这个视频绝对是全网最专业最细致的代球启动教学 我相信不管你是业余爱好者还是职业的球员和教练 看完这个视频都会有所收获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 启动快等于爆发力强 等于身体天赋好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就算你身体天赋一般 也可以通过改进技术动作提高启动速度 现在大家都知道三山勋内马尔钢布降合的这种启动方法是非常科学的 很多人都在模仿 但是这样启动为什么科学 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外脚被启动又该怎么做 下面我将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所有代球启动的核心就是站立式起跑 前脚是支撑脚 后脚是触球脚 而球的位置可以是这个范围内任意一点 如果球的位置在支撑脚后并且用脚内侧触球 那就是三山勋常用的启动方法 而如果球在支撑脚前并且用外脚被触球 那就是另一种常见的启动方法 所以只要身体处于这样的姿态 不管球在范围内的什么位置 不管是用什么部位触球 都可以说是一次科学的启动 综上所述 我认为所有科学合理的带球启动都是同一个动作模式 所以不管用什么部位带球启动都可以合并研究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讲三点我研究出的主要动作细节 第一点就是支撑脚要提前做好启动准备 并且在另一只脚触球的同时 支撑脚蹬地带动整个身体向前 具体来说 首先支撑腿要膝盖弯曲蓄力 在启动瞬间支撑腿积极登地 从弯曲到伸展完成登身 其次要压低支撑腿小腿的指向 因为小腿与地面的夹脚越小 登身时向前的水平分力就越大 就越能贴地向前飞行 而如果夹脚很大 你就会直接飞起来无法向前 从静止或低速状态启动时 要先把支撑脚往身体的外侧去踩 这样可以在膝盖弯曲的同时摆出一个很好的小腿角度 然后在支撑脚蹬地的同时带球加速 注意调整支撑脚脚尖的指向 比如在内切时脚尖也要偏向内侧 这样更有利于你的身体朝向和加速方向保持一致 而如果在启动时已经有一定的出速度 从支撑脚踩地到登地的过程中要慢慢减小小腿角度 刚踩地时小腿朝上 然后向前压低重心 最后在登地时小腿已经是朝前的 而如果在高速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先压重心再启动了 只需要借着速度去变向即可 在登身完成的瞬间从头到脚成一条直线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所以上半身不要往前栽也不要往后仰 否则都会影响启动速度 第二点就是启动时机的选择 如果你的身体姿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启动准备状态 那就不要轻易选择启动 除非你已经把对手晃飞了 比如我在这时用脚内侧扣球启动 由于支撑腿没有弯曲膝盖蓄力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启动时机 但如果我已经骗过对方还是可以成功摆脱 再比如朝自己的肩膀方向启动也是很别扭的 除非你是螃蟹 再比如启动时支撑腿小腿没有一个理想的角度也很难启动 所以如果在对方的防守影响下 无法提前摆好支撑腿的准备动作 最好通过控球先调整一下自己与球与防守人的相对位置 以及自己的身体朝向 找到理想的时机再启动 第三就是触球脚的迈步 尽量不要受到触球的影响 无球状态下我的优腿迈多远 带球还是一样迈多远 当球的位置比较靠后时脚要推着球一起往前走 要做到向前迈步的同时顺便触球 有的人脚一触球马上就踩地 因为他们习惯用这种向斜下方切球的脚法 甚至有的人觉得球烫脚 脚触球之后就要马上缩回去 这些都会打乱自己的跑动节奏 而如果球在这一步的最末端 就需要脚踝主动发力往前甩动 上面的演示中我的标志盘放的比较远 给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这一步应该也是比较小的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更理想的小腿角度有更好的向前性 右脚在触球之后同样要积极的蹬地发力 在启动的前几步脚要贴着地面抬起 这样脚就可以走比较短的路程快速向前 而如果在启动时就后撩踢屁股脚就要走更长的路程会浪费时间 另外如果你的脚踝力量足够 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尽量用前脚掌着地 就算你的脚踝刚性不够 最低要求是不要用脚后跟着地 最后再和大家闲聊几句 我认为最有水平的教学并不是教你几个动作 而是把整个体系呈现给你 原因有三 第一只有总结出了完整的理论才能证明你弄清了事物的本质 比如三山勋的动作很容易就能学会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动作为什么是科学的 第二细碎的片段是狭隘的不全面的 有的人只学会了三山勋这一个动作 但他还是不知道其他情况下该怎么启动 第三从整体到细节是一个正向的逻辑 比如我先理解了启动的本质 然后三山勋的动作符合我的体系 那么这个动作就是科学的 反之先看到这个动作效果好 然后直接判定它是对的 再去找各种理由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种逆向逻辑的视频水平就不高 所以成体系的完整的全面的内容 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 但是我目前也水平有限 请大家谅解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